未来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,最害怕什么?最害怕的是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公然干预,现在来看,美军的干预是很有可能变成现实的,这次美国导弹来到菲律宾,还真的得感谢菲律宾前总统小马克思,为了和中方救黄岩岛的问题展开直接对抗,小马克思的做法非常拱火。 美国陆军下属的第一特浅作战部队在菲律宾的邀请下,就直接进驻到菲律宾国内,在旅宋岛北部地区展开实战化部署,小马克思此举等于说将菲律宾控制中方岛屿的野心,昭然若揭地告知于天下,而去年这个时候,小马克思还信誓旦旦地宣布,自己的行为不会对中方带来损害。 美军此举到底该怎么评价,简单来说,伤害不大,但政治负面影响却非常巨大,以史未尽,可以知心替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为何说伤害不大呢?此次部署的美军第一特浅作战部队,其下面的导弹部队也就一个连的兵力,预测就是四台发射车,每个车能搭载四枚战斧四型巡航导弹,一次发射16枚战斧式巡航导弹,或者美军自己研制的射程3000公里的低风导弹, PRSM中远程导弹射成4000公里,这就给美国陆军带来了忠诚打击效果,3000公里是什么概念,从菲律宾本土发射,美军导弹是可以直接打到西安市的,而中方的东部地区很多都是重要的军工城市,虽然说美军此次仅能部署一个导弹连,但一个导弹连战时发射的16枚导弹也能给中方带来不小的损失。 攻击中方城市,这后果就可想而知了,美军必然是想剥夺中方的战争潜力更为要命的一点,美军此举似乎有直接武力阻挠中方统一的迹象, 如果说美军发动武力阻挠中方解放军统一的军事与行动,美军既可以直接发射鱼叉式导弹,攻击解放军的登陆舰队,又可以直接打击解放军后方的军用仓库和后勤保障基地。 美军设在多个岛屿上的导弹发射车实施分散部署,发射中程导弹后迅速撤离,对解放军的危害也就非常明显了。 自从特朗普退出了中导条约后,美国确实依靠其科技力量在发展自己的中程导弹,截至目前,美军的陆基战术导弹,包含陆军战术导弹系统,战斧式巡航导弹,低风导弹和PRSM导弹至少四个导弹的型号,射程分别为500公里,2500公里,3000公里和4000公里。 美军的做法可以说让整个亚洲地区陷入到极其疯狂的导弹竞赛当中,逼迫亚太国家都在开发自己的弹道导弹,全球上一场导弹竞赛还是在冷战期间,从二战结束后开始,美国和苏联就不断地开发各类弹道导弹,足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好几十次,现在,美国又重新开始搞弹道导弹,必然逼迫亚洲的很多国家去发展自己的导弹,比如朝鲜,美军的导弹一样可以打击朝鲜境内。 那朝鲜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该怎么办呢?朝鲜目前就以举国之力开发出多个型号的导弹,尤其是超高速导弹,比如朝鲜近日对外公开发射的火星16B导弹,属于比火星8导弹更加先进的超高速导弹。 外界解读为,性能已经逆天了,还有俄罗斯,俄罗斯自己也会开发出更多型号的导弹,实现俄罗斯中远程打击能力的全面提升,美军的做法非常危险。 直接让整个亚洲地区的局势进入到非常紧张的导弹竞赛当中,对于美军的危险举动,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国防科研能力,以不便应付万变,确保美军干预的时候,解放军有更加先进的武器迅速出动,粉碎美军对台海的武力干预。 毕竟解放军火箭军的导弹种类和性能比美军先进很多,之前菲律宾为了讨好美国,已经向这个岛部署了美国基地,位置直接朝向台岛,也说明,如果今后台岛有事,凭借在吕宋岛部署的美国三军基地,能够形成很强的支援能力,如果美国把低风系统,把陆军中程武器装备的第一个点选在菲律宾,意图很明确,就是对中国沿海构成较大威胁。 同时,如果从这个点以1800公里划一个圈,你想想,我们海南岛重要设施,沿海的设施,都在低风系统的攻击范围之内,低风又以为,台风,号称是一个神的化身,力大无比,什么都能干。 如果美国陆军把这套海军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,加在陆军的拖车上机动发射,今后远程打击能力,机动打击能力将会上新台阶,如果发射。 标准6导弹,能够形成500公里的防空能力和对舰攻击能力,如果发射战斧导弹,能够形成1800公里左右的控制范围。 这个点位很重要,如果按照美国在巴士海峡建基地向台湾岛进行靠拢,有可能会形成南北挤压态势,因为在北边通过所谓的西南岛屿,依托日本向台湾岛进行挤压,搞封锁,南部地区能力较弱。 现在菲律宾上了美国战车,在基地数量、基地规模方面也在迅速扩展,如果美国的中岛打击能力,在菲律宾部署,在距中国台岛400公里的点位部署,那么这个覆盖能力几乎很强大。 目标还是针对台海下功夫,美国的大国竞争,现在通过美日飞的联合,美日飞澳的联合,美日韩的联合,在台岛的北部形成黑三角,在台岛南部又形成黑三角。 如果美国的主要作战兵力,特别是陆军,把自己最核心最重要的武器装备,间隔37年之后,向亚太部署,向中国周边部署,这大概是美国的意图。 当年与俄罗斯撕了中岛条约,现在重新部署中岛,选在中国周边,很显然在中俄这个排序方面,我们现在好像比俄罗斯更加重要,待遇更高,所以低风系统。 它是一个风向标,也标志着美国目前陆军战略转型,特别是那个全能多余作战联,如果向亚太部署,首先看住中国,在中国家门口部署,能够形成很强的能力。 美国想法好像很简单,一厢情愿,如果你在别人家门口部署中程武器装备,也在对方的瞄准镜十字线的中央部位,这个点的部署,我想我们与美国在周边博弈,水平会逐渐提高,如果放在家门口,那标志着我们各种导弹武器装备,都可以对低风构成损害。 美国要通过低风部署,显示态度,显示能力,如果周边这些美国盟友都部署低风,都把远程打击能力向中国调整,很显然低岛链性质变了,前沿阵地的特色,很突出,很明确,这一点我们要高度关注,无论是周边,有多少美国前沿武器,有多少重要的窝点在建立。 我们可以看到,打到,关键时刻能毁得了,这很重要,在美国印太军事战略中,这种鲁莽贸然的举动,势必会遭到中国方面强力回击,旅宋岛一定会成为中国海空军重点关照的点,部署这些武器装备,对地区和平没有利益,同时对于中国强化作战能力,能够起到促进效果,美高层放化威胁,不许大陆改变现状,在美军部署导弹第二天,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和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视频 美国国防部长重申,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,但还是警告希望台海保持现状,意思很明确,就是民进党在岛内谋独可以,但是大陆促统就不行,典型的双重标准,中国防长董军强调,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,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,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,绝不会听之认之,而在中美防长通话后, 美国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叫嚣称,美国的目标应该专注于对中国更加强硬,而不是给中国更多承诺,不过,近期美军一系列在低岛链的动作,总体来看问题不是很大 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,也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军力在亚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现状,而且更有意思的是,南海域内国家除了菲律宾,其他国家都能看清大事,因此都选择和中国加强合作,当然也有其他保持中立的国家,中美两边哪头都不得罪,真正愿意和美国勾结反华的国家就只有一个菲律宾, 所以说,美国要想单单依靠菲律宾,彻底搅乱中国在台海和南海的战略布局,还差得远呢,美军要想依靠驻飞导弹部队干涉台海,南海局势,只是躺避当车之举,而且美军要想在亚太依靠几个导弹部队震慑中国,只能说还是太年轻了,毕竟解放军在家门口部署的导弹种类数量够多,还更先进,整个火箭军当前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导弹部队,加上中国堪称恐怖的工业产能, 可以确保解放军的导弹供应源源不断,对付美非联军自然是不在话下,至于旅宋岛北部的中程打击能力导弹系统,现在也是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,战事一旦有异动,解放军的高超弹数分钟就能够到达,在亚太地区和解放军玩导弹,美军根本不够格,相比美导弹部队,轰炸机,航母,美和潜艇,反而是对解放军威胁最大的武器,说实话,在中国家门口,真正的威胁是, 美国的巡航导弹和潜艇,至于其他兵种,对当前的解放军威胁实力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,不过,菲律宾此举算是彻底引火烧身了,小马克思勾结美国人无外乎两个原因,一个是转移国内矛盾, 掩盖其国内经济低迷现状,另一个就是为了南海利益,不惜引入美国,妄图确保对中国岛礁的永久非法占领,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就明确表态,让美国人进驻菲律宾,算是彻底引火烧身了,美国战时肯定要靠菲律宾基地的美军干涉台海南海局势,到时候可由不得菲律宾说了算,相当于把菲律宾也绑上了美国的战车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